講迷一點啦 衝著我來就好了啦 我讓你XX啦 粉姑娘娘我跟你說啦 吃青飯 等待你啦 我沒有在怕頭的 我不是挑釁 你敢跟我這樣子 根懶如露 謝謝 我就不怕你 話題女王法拉利姐張婷婷 今年轉戰直播圈轉走內 面對酸民人身攻擊 她總是嗆辣反擊 人紅是非多 沒想到法拉利姐9號 收到網友一封 辱罵恐嚇威脅的訊息 還揚言要對她全家 以及經紀人不利 事後法拉利姐 暴棄沿途開直播 到警局報案 刑方也依照規定受理 將後續依法就辦 法拉利姐晚間現身受訪 還原事件始末 對於傳恐嚇 威脅訊息的網友 又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刑責 律師回應了 獨家內幕 帶你掌握 講迷一點啦 攤了多少XX我去吃啦 對不對 搞事要這樣 你來恐嚇我 你來人要拿開XXXX XX我錢要XXX 經紀人XX我 還說一定 一定要來XXXX 還要說拉到我家 什麼意思啊 我還害怕你啊 受到恐嚇威脅 會不會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 我覺得還是蠻擔心的啦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 我們擔心也沒用啊 總之 我也不是好野人嘛 我也不是大老闆 我也不是賺了幾千萬幾億富翁 住豪宅 我直播那麼辛苦 講迷一點 外出直播我一天開幾次 還賺多少錢而已 講迷一點啦 這個賺沒有多少 這個禮物其實是很少 如果抖音的禮物沒有賞大獅子 講迷一點啦 這個都是可能就是一兩百兩三百塊台幣而已 也不是美金啊 最近會不會減少在路上開播 我覺得更要播 我更不要怕 我跟你說 越是遇到這種人喔 我是越要播 我不能不開 我走到哪 播到哪 曝光到哪 就是表示我跟人家沒有結怨 如果跟人家有結怨 就跌 幾大軍 你兄弟 年年年年年 我都沒有啦 問題我還很單純啦 問題我出門 就是自己一個人開播 就是經紀人陪我 也沒有說亂約人亂來結怨啊 講迷一點啊 那幹嘛這樣子 置於我死地 告訴這些那個網友 不要這樣子 我做直播 講迷一點 我沒有錯 我還沒有跟人家有任何糾紛 平常我還沒有你阿嬤 如果要這樣子恐惡 公然五路威脅 這個是犯法的 不要這樣子 我真的很擔心 要見提提 有時候半夜一個人出去直播 因為我沒有辦法完全跟他一起出波嘛 出波其實風險很大 而且加上扇子的 我覺得真的壓力很大 真的我會怕 臺灣治安怎麼會變這樣子 傳簡訊對別人說 如果讓我看到你 不會拿開山刀殺了你 這樣子的言語內容 其實是會使人心生恐懼的 會構成刑法305條的恐嚇危害安全罪 最高是可以處到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另外呢 如果說人家是人妖 說人家這個醜 沒醜 法律上面有可能構成公然入罪 只是是透過傳簡訊的方式 沒有公然這樣的條件 因此不會構成刑法的公然無罪 但是呢 會使人感覺到不舒服 仍然會構成民法195條 針對人格權 針對這個人品的貶義 而構成妨礙名譽的民事損害賠償 維靈 課